颜色等于颜值,什么样的颜色才是好的呀? 还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,会觉得韩申的声音很厚 但我跟你们讲啊,韩申的那种声音,那种厚呢,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厚 有那么一点点老牛叫的那个味道 它是那种傻厚傻厚的那种,就是听起来不聪明的一个声音 我跟你们讲,那种声音的厚是假象 什么叫假象呢?因为那个东西传不语 你只有是那种充分振动,而且很悠扬带点高频的声音,那才是真正的厚 那是你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,并且声音还是很悠扬很甜美 记着一点啊,各位,声音,好的声音,除了厚以外 还有一个值很重要,就是甜度 那这个甜度怎么理解呢?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款口琴 C12金,我不是给他做广告,因为没得卖了,没法做了 这款琴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,它在C12这种粗粗的声音,低频充足的声音情况下,又加入了一点高频 上中下都是平衡的出来,没有哪一个频段它是缺失的或者过多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,这个声音就会有甜度 甜啊,各位,好好体会甜度一够 你这个音乐听起来颜值就很高,对吧 一个人一旦颜值高,那看起来就很聪明 是不是这个理儿,各位 自然界总说嘛,美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对吧,然后贝克汉姆还说过 The look is everything,就是说你的外貌就是你的一切 这句话从贝克汉姆嘴里说出来,特别有分量,为什么?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look,非常good的一个人,关于他帅起来,他打球打得好 对,充分证明了一个自然界的定理,帅的美的才是最好的,是不是这个理儿,各位 对,充分证明了,各位